外頭氣溫冷嗖嗖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帶著子弟兵立委候選人張紅露 依照到板橋市長拜票與攤販 拔乾淨 攤商社情送上白蘿蔔 象徵好彩頭 這是蘇貞昌首度在新北 一徒步方式掃街 因為板橋玄情真的很緊繃 所以很多胡國立民的事情 可以很快做到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在立法院 好的立法委員能夠繼續為人民服務 板橋西去選情戰況激烈 進入拉鋸戰 張紅露三度碰上對手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林國春 立平三連任成功 每一場選戰都是穩扎穩打 離選舉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必須要做好 把最好的準備 握到每一雙手 桃園選區立委候選人藍營的林國春 這天沒有天王站臺 該打正擊牌 碰到轄距內自來水管爆裂 直奔現場關心 路口拜票沒有時間 一接到訊息 我趕快停止趕快過來 選舉策略本來就是穩張穩打 因為有些政見上面 大家可以可以去辯論一下 我也希望說中央的立法委員 應該要公開的辯論 板橋是新北大票倉 更是侯友宜的本命區 不只西區選情膠著 東區同樣打得火熱 羅智鎮對上葉元支 同樣也呈現五五博局面 選戰倒數各陣營 力拼選民支持 三天新聞黃燕姐 蘿佩玉新北採訪報導